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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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实在太不应该了 你们既然没有把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当一回事 所以全世界权力最大的人 美国总统要提醒你 气候变迁 气候变迁 有多么重要 I've seen first hand what the reports made clear the devastating toll of climate change and its existential threat to all of us and is the ultimate threat to humanity climate change yeah the ultimate threat 最终的威胁 我不太确定拜登是不是真的相信 他自己刚刚说的这段话 我不确定这个老人痴呆的他 相信任何东西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很多的人相信这个 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 温室效应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多神论的时代 一个到处都是假神 越来越多假神的时代 那这些多神论的人 最终最害怕的就是 大自然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每个文化 都有什么献祭小孩 献祭儿童 献祭动物 杀这个杀那个 只是为了要让老天爷下雨 每个文化都有所谓的巫师 女巫 旗语 然后不管是中国古代 还是现代的非洲 都有什么降雨武 降雨祭之类的 对着海神 天神 海龙王之间不存在的神 他们认为说对于人类文明 最大的威胁是物理上的攻击 简单说就是大自然 大水 大雨 洪水 火灾 台风 飓风 龙卷风 冰爆 总而言之 气候变迁 这样子的多神论的运作模式 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存在 在每个文明里面都是同样的运作的 一直到一个宗教的出现 就是基督教的传播跟福音的广传 告诉我们的确有一个最终的威胁 但是不是物理的 而是精神层面的 这个威胁就是罪 当这个思想成为了主流之后 我们就不再害怕这些天气的神了 西方的社会 西方的国家 把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 踢出了我们的文化 我们不再害怕这些东西 大概差不多1700多年吧 而且因为我们不再害怕这些东西 我们知道我们要来治理这些东西 我们创造出来了前所未有的科技跟文明 我们发现了能源 学习怎么使用电 石油 氢气 我们的社会不再被大自然而限制 我们创造出来了车子 飞机 甚至太空梭 我们因为不害怕这些大自然 所以有能力掌控这些元素 但是恐惧是敌人最好的武器 如果敌人 撒旦 失去了恐惧这个控制我们的方式的话 他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能力 所以他回来的方式 敌人回来的方式 撒旦回到我们社会的方式 就是让我们再度恐惧 再度臣服在大自然下面 只要让我们害怕的是其他的神 让我们贬低真的神 耶和华 耶稣 让我们害怕大自然的话 我们就会忘记 我们真正应该敬畏的神 更可怕的是 我们有牧师带着基督徒一起害怕世界 害怕世界上的神 在一个信仰错乱的年代 乔治亚洲的参议员 Raphael Warnock 他是一个被暗默过的牧师 一个社会主义极先锋 自称是要牧养耶稣的羊的一个 虚假的神职人员 他攻击了所有福音派的基督徒 其实也包括很多灵恩派 因为很多基督徒支持川普 以下是他的说法 你不能够认为 一些的优优优独立的 在工作的工作 在我们的国家 殊不关注于 什么是在大小的 大小的社会主义 他說的東西其實算是很有內容的 你聽他一開始說的東西好像就是一堆廢話 就是你懂的啊就真的很糟糕啊 這些福音派在那樣支持川普 你懂的啊就很糟糕啊就真的很糟糕啊 然後總有一天會有人出來證明為什麼很糟糕 簡單說就是我現在不能說的原因是因為 我沒有任何的原因沒有任何的理由沒有任何的藉口 但是總有一天OK總有一天會有人出來證明說 為什麼這些福音派的基督徒支持川普是個錯誤 因為基督徒應該要支持的是社會主義啊 是馬克思的跟隨者啊應該像我這個樣子的人才對啊OK 然後他差一點點就可以在這段訪談當中有一些重點了 而且把這個左派基督徒錯誤的觀點完全展現出來 因為他使用了一個字 used 使用 他在這裡面說他喜歡這些左派的這些領導人物 是用他們的信仰來達到政治上面的合一 那麼信仰是什麼 大家可以在下面回答一下 如果信仰可以有一個解釋的話 大概就是對某件事物的期待或者是相信 還沒有看到證據之前的相信 現在信仰Faith這個詞基本上好像可以跟宗教平行的使用 那麼宗教是什麼 Religion是什麼 宗教正確的解釋是來自拉丁文 就是把神應得的獻給神 宗教這個詞並不是像我們現在很多基督徒跟牧師說的方式 就是一個儀式方法規範 而是一個非常神聖的行為 一個人的義務責任跟人性的升華 所以我一直非常反對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什麼我們不是一個宗教 基督教不是一個宗教是一個信仰 這樣的說法把宗教這個詞彙 直接送給了那些多神論的那些人 直接送給了左派 直接放棄我們的義務跟責任跟人性的升華 那我講這東西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因為宗教是不可以拿來被use的 被使用的不可以拿來被使用的 宗教不是一個可以拿來利用成就其他東西的 成就自己的政治目的的 而是要把神應得的榮耀給神 獻給神或者是還給神 信仰是一個神學的美德 而宗教則是把神應得的榮耀給神 但是對於左派來說就是一個可以使用的工具 那這個工具可以拿來做什麼呢 這位共產主義的參議員說得很清楚 Religion is just something to be used in service of political change 宗教只是一個可以促成改變政治的工具 一個用來可以改變世界的政府 一個用來製造社會的機器 這個說法其實非常的諷刺 因為這個常常是這些自由派 常常指控我們這些基督徒保守派的人的指控 他們會說你們就是使用你們的宗教 來達到你們這個極右派的政治目的 我不認為這個說法是真的 也不認為這是正確的 這些對於保守派的攻擊只是他們認為的 他們指控的人設 然後這位Raphael Warnock 在節目上面自己說出來了 他對於宗教的看法 還有他使用宗教的方式 他說 對呀 宗教信仰耶穌只是我使用來達到政治目的的方式而已 只是我用來控制我的信徒的方法 我來告訴各位我尊敬的偶像 那些我認為成功使用宗教的歷史人物 然後他講了一些就是我從來沒有聽過的人 然後他提到了一個人 就是馬丁路德經 馬丁路德經基本上是被美國崇拜的一個人 很多基督徒覺得他是一個先驅 一個創造平權法案的先行者 但是其實他是一個大異端 他不是一個基督徒 透過他的書籍跟他的書信 我們可以知道馬丁路德經 不相信最基礎的基督教的信仰 他不相信耶穌是神 他不相信耶穌在新約裡面的神蹟 他拒絕承認耶穌道成肉身的事實 簡單說就是他是個大異端 所以我們的確可以說 馬丁路德經是一個很棒的人權運動人士 很棒的一個政治領導 但是他很明顯不是一個基督徒 對於Raphael Warnock來說 這個其實沒差 雖然他是個牧師 但是對他來說 你相信什麼其實不重要 因為所有這些宗教信仰 對於這個政治人物來說 只是影響政策的方式而已 只是用來使人服從 而且自己不需要負責的 因為是神說的喔 用來騙人的道具而已 這段話其實非常的重要 Raphael Warnock 在訪談上面說 這些福音派會支持川普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這麼想要分裂人 because they are divisive 他們就是這麼分裂主義 而我OK 我喜歡像Jimmy Carter這個樣子的人 使用他們的宗教讓人合一 很特別對不對 因為合一是我們現在教會 非常愛說的議題 很愛討論的東西 幾乎所有的機構跟教會的目標 都是合一 那神是怎麼說的 聖經是怎麼說的 如果你有讀過四福音的話 有去過教會的話 有一段是很多教會 不太敢討論的一段經文 或是刻意迴避的一段經文 就在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節 上面說 你們不要想 我來是叫世界上太平 我並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那接下來的東西就是更 更多人不敢討論的OK 就是男人要跟父親做對 女兒要跟母親做對 婆媳要有問題 自己家要看彼此是仇敵 然後你就會覺得這是耶穌說的耶 OK天啊這是和平之君嗎 對 沒有錯 耶穌最終的目的 是要讓所有的人合一 跟他跟天父在一起 在天國合一 但是在地上 並不是像大家在那邊 就是空白亞的那種合一 我們的神 我們的主耶穌 不是來蓋巴別塔的 所以耶穌來 不是在叫地上太平的 他是要在地上動刀兵的 小孩跟父母做對 在世界上促成分裂 而在天國帶來合一 最終的 在精神上面 信仰上面 天國的合一 對於左派來說 則是完全相反的 像這位左派的牧師 這個Raphael Warnock 常常聽到的合一 並不是屬靈上面的合一 而是他可以使用基督的名義 叫人在他的下面合一 在地上 蓋屬於他的巴別塔 Make name for himself themself 對他們來說 因為我們的目的 不是在天國 不是因為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就跟一開始提到 Joe Biden說的內容一樣 根據Joe Biden說法 人類最大的威脅 是天氣不好 但是基督教告訴我們 我們最大的威脅 能摧毀我們的威脅 不是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東西 不是槍 不是子彈 不是核彈 不是天氣 不是全球暖化 不是病毒 不是新冠肺炎 不是疫苗 而是你失去了你的靈魂 一個人可以贏得全世界 在地上做王 財富 權利益 一千個老婆 但是他失去他的靈魂 最終還是死的 而且會永遠死去 當我們在說靈魂的時候 我們說的是永生 永遠不是會死去腐爛的身體 那 Raphael這個牧師 很明顯的不知道 他說這一段話 有這麼深的深度 而且在暗示 背後有這麼多的 這個屬靈征戰 但是 剛好這個觀點就是 我們怎麼樣看待 我們社會 跟我們教會的關係 而且同時也是在提醒我們 不管這些左派的牧師 講得多好聽 說得有多棒 多麼提倡合一 多麼把自己跟自己的教會 說得多麼有愛 但是他們的目的 其實是世界 是巴別他 是死亡 我們要的合一 是在真理上面的合一 是要在神的公義下面的合一 是要在律法上面 以及聖經上面的合一 信仰跟宗教 對於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來說 不是一個工具 不是一個賺錢 或者是逃稅 逃避現實的東西 而是一個目標 是正義以及生活的方式 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合一的活出我們的信仰 把屬於神的榮耀歸給神 我們要的是把我們的神 放在首位 超過我們的家庭 超過我們的國家 超過我們的政治立場 我們要合一的 揹起自己的十字架 永遠不回頭跟隨耶穌 這個就是真正基督徒 跟假的基督徒 假牧師 假教師 假先知的不同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